他来了 他来了 他接到稿子就来了 大家好 我是小强 北京时间1月13日 美国当地的疫情状况仍然不容乐观 当地的很多体育赛事受到了严重影响 据体育话报记者报道 东部豪强凯尔特人的发展联盟下属球队 缅英红爪队已经退出了新赛季的比赛 而NBA联盟也终于重视起来了 官方已经和球员工会召开会议 对联盟的健康和安全协议进行修改 此外 明记查拉尼亚报道 NBA球队的总经理也在今天召开了电话会议 与联盟官方球队讨论了这些问题 缅英红爪队那么缅英红爪队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据了解 缅英红爪队连最基本的上场打球的球员都凑不齐 此外 缅英红爪队上赛季的主教练Taren Berman已经去了尼克斯当助理教练 也就是说 缅英红爪队不仅球员凑不齐 主教练也跑路了 究其根本原因 就是美国的疫情太严重了 发展联盟根本控制不了这样的状况 NBA发展联盟对于NBA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NBA球队经常会把一些星球球员或者是轮换边缘球员放到发展联盟去历练 胡人今年表现出色的小坦克上赛季就一直在胡人附属发展联盟球队南湾胡人打球 这赛季终于在胡人队站稳了脚跟 有了轮换机会 总之 发展联盟球队就是为了给NBA球队储备人才 而原本发展联盟是准备在一个集中的园区打球的 每支球队还要缴纳一定的入场费 但是赛季太过漫长 把所有球员困在一个地方太久 终归不太现实 而NBA球队也终于重视起来了 联盟已经和球员工会召开了会议 对一些规定进行重新探讨 而联盟球队的总经理们也召开了视频会议 与联盟进行探讨规则 近日 NBA球队缺席的球员越来越多了 不断有球员感染新冠 凯尔特人方面 当家球星塔图姆感染新冠 比赛也已经推迟 独行侠方面 有球员感染新冠 多名球员被隔离 奇才方面 有两名球员因为违反健康协议 球队直接取消训练 蓝网方面 联盟正在调查欧文 参加老姐的生日派对 可能会对其进行重罚 怪不得 有球迷调侃 NBA这赛季最终能夺冠的球队 可能不会是实力最强的球队 而是防疫工作 做得最好的工作 N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带走啊老板